李锐口述往事 大跃进庐山之后 共产党这样的错误 人类历史没有过 妻子离婚 流放摩子坛 编者 丁东 李南央 播讲 夏秋年 我在北大荒 第一是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挨饿 第二是知道了日本人统治东北 没有把老百姓搞垮 老百姓活得还可以 第三是知道了解放后 农民生活的实在是太苦了 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摩子坛 还听到过那里的公社书记说 三年困难时期 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 被枪毙了 我真正是看到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个空想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 是自己几乎被饿死的切身体会 我在新华村时 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地里劳动 当地人告诉我 他们是三十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 了解到中国这种胡来的事情 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 他们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人 共产党这样的错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歌唱家张全的丈夫莫贵心也饿死了 经过王淮安这些人反应 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 我是右姬不是右派 因此比他们晚回来三个月 那是1961年11月 还是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的 在北大荒劳改时 我记一点日记 里面还是写下了我的心思 从北大荒回来先路过沈阳 我的二姐在沈阳 她看到我那些日记就扣下来了 后来大概烧掉了 她去世以后 我去她家找过 在遗物里没有找到 秦城八年写的那些诗词中 有回忆北大荒的生活的 有一首《易秦娥茫茫殿》 很能反映那时的心境 茫茫殿 西风暗起 双天变 双天变 牛车拉草 夜空明艳 北非南越 河层雁 千江万水 长相恋 长相恋 抬头望断 低头思念 妻子离婚 流放摩子坛 临离开北大荒时 虎林电厂有人送了我一袋黄豆 自己还买到一小桶蜂蜜 我带回北京都交给了范元甄 当时那是好东西啊 回来后和范元甄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话谈 一天他把参考消息递给我 说给你看看吧 你现在没有资格订这个了 吃饭时我单吃 一天家里的阿姨菜嫂给了我一个大馒头 范元甄就到厨房里训他 你干嘛把大馒头给李锐 我就想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了 我在北大荒时 他曾经给我写信说要离婚 我回信说等我回来面谈吧 此时我就等他开口 一天他说我们还是离了吧 我立即回答好 两个人就坐了公共汽车 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旁边司法部街的中级法院 一进法院大门 范元甄就哭了 进到办公室我才知道 他此前已经撤回自己的离婚申诉 但是度至此已走绝了 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离婚证明我现在还保存着 去北大荒以后 水电部每月发我120元 不是原来的工资级别了 离婚后三个孩子 我每月每人负担20元 三个孩子共60元 我自己还有60元 给母亲每两个月寄30元 母亲住在长沙的大姐家 大姐不要我的钱 可是我有责任 自己每月留45元 那时45块是很值钱的 我后来到安徽摩子坛继续劳改 还是那里首屈一指的富翁 不久后 我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 跟黎叔田家英游过来往 我跟田家英见面是电话相约 到古楼的新华书店碰面 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 两个人都戴着口罩 怕有人认出来 那次谈话谈得很深 主要是谈毛了 谈到大跃进错了 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 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 从庐山下来以后 毛对他已不太信任 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 他跟毛的关系若急若离 分手时我说 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 应该转弯了 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 记得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 我是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 死了那么多人呢 当然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 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 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 跟黎树是在古楼马凯餐厅见的面 他请我吃饭 那次也是谈了很久 谈到彭德怀 最厉害的就是这句话了 历史上真正能够留下来的 就是这些提意见的人 哪个皇帝能够留名呢 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跟黎树谈了我想写谭四同的想法 他建议写谭四同还不如写孙中山 黎树对孙中山是很感兴趣的 他最有名的著作不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那个小册子吗 我跟黎树的交流就是谈历史 谈得来 跟田家英就是谈毛 其实水电部队开除我的党籍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1958年水电水利两部合并后 李宝华是党组书记 我回到北京后 水电部党组讨论过恢复我的党籍 结果没被通过 这样就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摩子潭水电站 最关键的原因大概是范元甄的揭发材料 应该是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他写的 这份材料当年被邓小平下令烧掉了 他看过后说 太恶劣了 烧掉 刘兰波也看过这份材料 他告诉我 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 1979年 我平反回到北京后 刘兰波是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的 他说 天底下没有这样恶毒的女人 李锐如果跟范元甄复婚 我们水电部党组集体反对 我只能据此推测范元甄在这份材料里揭发内容的厉害 里边一定会有我和他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一些话 主张开除我最积极的还是水利部的人 内部的帽子说我是三反分子 反水利 反火电 反三峡 摩子坛水电站是水利系统管的 就是不把我下放到我自己曾经负责过的电力系统的水电站 告诉我是去劳动改造 我不同意 最后谈妥了 是让我到那儿去搞文化教育 当文化教员 党籍问题 工作问题过两年再说 到摩子坛以后 我没有给黎树和田家英写过信 怕影响他们 一直到1975年从秦城出来以后 我才跟黎树恢复来往 家英则在文革初期自杀了 叮咚 黎树当时是在中宣部还是在社科院工作 李 好像是在中宣部 因为他那个时候住在红旗杂志社在沙滩那儿盖的房子里 社科院是文革以后才有的 叮咚 对 文革以前只有学部 没有社科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